嗨 大家好 我是零零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近期购物 包括护肤品啊 安息生活用品 不过在开始之前 还没有发现我已经换了一个背景 不过不是永久换了 我现在在一家民宿 不感觉还挺好看的 大致的看一下好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厨房的这一块 感觉还挺不错的 偶尔也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心情 OK 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618的时候 我跟姐姐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们购买的一些洗户产品 不过那些还没有用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们收到了青阳送给我们的这个 星空石流水套装 颜值有没有很高 因为我们收到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用了大概这么多 润发鲁的话会用的慢一点 但其实大家也知道 像我和姐两个发亮精神的人 用气洗发水其实是很费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使用之前呢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在推荐它 然后在我真正的使用之后 我对我的整体的头发状态是非常满意的 让我这一头柔顺 又芬芳的秀发 其实我看了它边缘呢 就觉得它颜值还挺高的 它颜色呢就属于那种Tipney蓝 然后它的整体的平身是一个钻石切面 整体就是bling bling 有点星空的感觉 其实我收到的时候呢 我有收到这个少女星空的一颗 拔开来呢就是这个样子 哇哦 有没有很好看 就整体就是很治愈的感觉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是 插画师Echo的一个购物袋 还有一个书签 它的整体一个包装呢 就是比较梦幻而且比较治愈 我觉得它们在外包装上面 其实是挺花心似的 当然不仅仅是它的包装 它的使用感我是很喜欢的 像它的泡沫是比较那种风盈 不是那种很粗 很泡的那种 它是比较细一点的那种泡沫 就是用完之后 你能感觉到你头发很轻盈 很柔顺 大概我使用它 整个头发的清爽度 可以维持三天左右 就是我本身自己的头发 不属于那种特别容易油 也不会特别容易干 就属于中规中矩那种 新阳家的洗发水 基本上它的去蟹功能都很好 其实就是它的味道超级超级好闻 就是你刚刚 你不用去洗 你这样闻 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果香 当你洗完头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超级浓郁 就是当你洗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非常非常浓郁的果香 当然这个润发乳的味道 会比这个洗发水的要淡一点 就是每次洗完之后 那个香味可以维持很久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 无柜油的洗护产品是很多 但是像无柜油的洗护发乳 是比较少见的 像我一般涂发乳的话 只会涂发尾 很少会去涂头皮啊 就怕油嘛 但是这一款呢 就是完全可以用到头皮上 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先排着后滋养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 为亲娘的第一款头皮 十六十有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这应该算是我近期很爱的一款 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 Labuki的一个润唇膏 它应该算是一个网红产品 它在Instagram很红 首先呢它是Labuki 它这个牌子呢 是瑞典的一个小众品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润唇膏 第一感觉就是 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的糊 就是它很大 很像那种胶棒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一支 都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比一般的要大很多 它里面主要是杏仁椰子油 就是你闻它 有一点淡淡 就是若隐若现那种椰子味 所以假如你的气味过敏的话 就是它应该不会太敏感 因为它味道非常淡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闻的 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滋润效果很不错 就是你可以在晚上睡前之后用它 或者是随身带着补涂都OK 它价格大概在88人民币 这次呢就是我在香港那个 老好坊 就是一家 也是小众品牌店叫什么 叫Super Super Natural 现在这两支呢 也是在香港的那个小众品牌店买的 其中一个是眼不清华 还有一个是睫毛增长液 说一下我为什么会买它呢 首先就是在之前呢 我有了解过这个牌子 它是美国的一个牌子 就是大家可以从它店名 就是Instant In Fact 就是当下的一个实效性 当下的一个效果 就是它的品牌 就是比较注重于实际效果 就不会一种那些很虚的啊 其实在之前我有了解过 然后再去他们家店里看的 就是我本身的睫毛条件 不算是特别差的 就大家可以看到 还行吧 就是我想买它 就是因为我的下睫毛 其实我也算是有下睫毛的人 但是不是特别的长 就是我想让自己的睫毛更长 就是那时候柜台的小哥哥 他给我们演示嘛 基本上他涂上去过了 大概五六分钟还是十几分钟 他的睫毛真的比之前要粗很多 就身体要丰盈很多 但是线长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我觉得这点完全OK 我已经很喜欢了 就是这个牌子呢 他们家有三个非常厉害的单品 一个就是睫毛增长液 还有一个是眼不清华 还有一个就是 风吟精华 就让你的嘴巴看起来更加丰盈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两个 因为我对那种dudu全 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两个 然后他们三个价格都是一样 都是三百多人民币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前一阵子很网红的一款牙膏 叫什么E11 好像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外包装就知道它肯定是跟 而且它这有一个chocolate chocolate 它那个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前一阵子比较红 是因为王菲用它 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天后牙膏 其实买它呢 主要是因为还是它的一个气味 以及它的一个包装被吸引吧 首先它打开啊 你打开就能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 巧克力味道 就很有实力的感觉 但是我那时候以为它里面的一个 膏体是巧克力色 但它的膏体呢 是白色的 是这样子 它真的超级超级浓郁的巧克力味 其实之前我有做工客人说它挺鸡肋的 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想购买它的感觉 但是实体店你在试一店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去尝试它 首先它有一个 就算是黑巧克力吧 它一个是白管的是白巧克力 它们价格完全差超多 据说就是白巧克力那款 效果会更好 像美白牙齿啊等等什么之类的 它的价格大概在100人民币左右 然后那个白管那个是600块钱人民币 当时还是没有忍心下来买 我跟你说每次刷牙 你会忍不住想去吃它 但是它也是可食用级的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标志 叫Kiss 就是小孩也可以完全用的一个 反正就是出于好奇和心动 然后我和我姐姐决定买一只试试看 好了 好 好 好